留言当头我是威儿 最高的我是邱子 是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国内新闻 今天有一则新闻就提到 它标题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少数马来人富贵后露出本性 那说这番话的是谁呢 就是毗利州书丹纳兹林殿下 他在昨天就批评一小错 马来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享受一定点荣华富贵的时候 露出了真本性 所谓真本性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殿下呢 他就形容了 这一小错马来人的态度呢 就好像是在重蹈负责葡萄牙 在入侵马路甲的时候 因疯狂追求物质以及权力 导致最后没落的情况是一样 他就担心说 如果马来人不懂得学习其他族曲的话 把财富进行长远的投资 最后呢是必定落空的 因为马来人比较难以抵抗诱惑 并且呢喜欢以奢侈象征的社会倾向 其实是只有马来人会这样子吗 我觉得华人也是难以抵抗诱惑啊 然后也是会会很奢侈的 比如讲如果一有钱啊 有些人就会面子嘛 对面子很重要 就会说要给人家觉得说 哎呀我这个用的是好的东西 吃的好的东西 在不然就post on facebook 对 给人家看 开什么车啊 吃什么东西一大堆的 我觉得这不能以种族去划分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人啦 人都有这个私欲都有谈欲嘛 对 那当然就是可能殿下呢 本身是比较遗憾啦 就因为有很多辅助马来人政策呢 呃 结果就出现了一些很大的纰漏 或者一些疏漏 但是就造成没有办法达标 而那些有一些呃 马来群众呢 就因为呃 从中获得好处 或者是改善了生活呢 结果就慢慢的变成了呃 就因为一些诱惑 或者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 这个财务状况 结果就导致了呃 可能就之前所赚的钱就损失了 还是怎么样 嗯 所以这可能是苏丹殿下 比较比较痛心的这个这个呃 感受吧 所以他才说了这番话 嗯 对 说出来这番话苦苦是婆心嘛 啊 苦婆婆心啦 对啦 但当然呢 就希望也不单只是呃 马来人 我相信华人印度人都好 最主要是 要对自己的这个呃 钱财 钱财要很明智去处理 然后同一时间呢 不要乱花费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整个 经济不紧的状况 所谓经济不紧啊 呃 有些人还是赚钱 有些人钱还是照样花 你知道怎么说经济不紧 有没有人花钱吗 有啊 那些奢侈品消费 还是一样卖的不错的啊 对啊 那时候这个 如果你有 好像是这个iPhone的时候嘛 嗯 我那时候就iPhone7刚出 我就看到Apple Store里面 满满的人啊 对啊 那你看 你就是说经济不紧吗 一家iPhone 一家iPhone的话 四千到五千 对 iPhone7刚出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这个价格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配套 有配套价钱 可能可以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直接买的话 就三四千块 对 最少都接近四千啊 对啊 四千多块 然后到五千多块 那这个是没有钱吗 经济真的不紧了 所以大家都使用未来钱 可能 哦 你看 但是如果说你说买电话 有钱了 但是你看病的话 你就那边投诉了 啊 为什么那么贵 这个那么贵 甚至你去政府医院啊 甚至还会去投诉很多 啊 还有这样子的价钱啊 最近在网络上就有流传了 就说政府医院要调高 他们的这个价格 收费 不是价格 调高他们的收费 然后这些收费呢 比如说可能从两两块钱 涨了五十多块啊等等 很高的涨幅 这面子上有这样子的这个传闻 那昨天呢 我就卫生部就出来澄清了 卫生部长的都是 他就说了 政府医疗确实是有一些价格的上涨 但是呢 人民是没有需要支付 比现有三号病房 还有政府诊所 医疗服务更高的价格 他说调涨的呢 只是一号和二号病房的费用 做一点调整 什么是一号病房 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 这个病房是有分的 如果你有到过医院 有住院的那个 看到有人在住院的那些环境的话 就是一般上一号病房呢 应该是属于就自己一间病房的 比较属于exclusive那个病房 OK 二号病房呢 可能是有sharing 但是这种sharing呢 搞不好是两人share 或者是四个人share的 这种这种病房 我不确定 这个这个可能要再确定一下 我只知道他有这样子分 那三号病房 我相信是属于那种 public sharing的 就是没有门的 那种的 就你看到 那个一整个区或者一个corner 他可能会有好几张病床 这样子放住的 那种就比较便宜 那是没有调涨 这些调涨呢 是你单独住的一些病房 就是医药病房 或者是这个sharing 就是有一个比较少人sharing的 这个二号病房 对 那毕竟嘛 这个调幅度也不能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 其实这个政府医院 就是大部分的 都是低收入的群体嘛 所以呢 这个医疗 这个我们的卫生部长 他就是有说 医疗器材跟药物价格 在上涨的同时呢 这个政府呢 依然是吸纳这个费用的 继续提高 提供补贴 确保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是 而且这种补贴呢 是高达了99.5的这个津贴啊 换句话说 政府也吸纳了这个 99.5%的这个费用 所以 这一点上 我基本上是可以 可以证实 在我身边有好多人 去政府医院 他们确实享用了 很低廉的这个医疗服务 而且也不差 当然我们以前常说 啊 政府医院的这个服务啊 很像态度很差 还是怎么样等等 但是已经改善了很多 真的改善很多 我不敢说是 每一家政府医院都这样子 但是我身边朋友去的 或者我亲人去的政府医院呢 大致上都还好 比如说最近 我昨天才有一个朋友 他爸爸是要做 心脏绕道手术的 然后就到政府医院去做了 而且还在新年期间 也是做这个手术 而且还住院 住了将近一个月啦 应该是三个星期左右 然后再加上 做了心脏绕道手术 而且还是比较复杂的手术 这个做了过 你猜猜看 他付了多少钱 多少钱 不知道耶 因为我都不知道 如果是私人医院是多少 私人医院绕道手术 别说住院 就说绕道手术而已 他基本上都要大概 整两三万块 好像三万块了 差不多 对 如果说你说住院的话 我相信三万块应该 一个晚上七都快起跳 就不止了 就不止了 我就当作三万块好不好 你私人医院要三万块 你猜猜看政府医院 三千 让你住这个住 可能我不说三万 我住半个月就好了 两个星期 住两个星期住院 然后再做绕道手术 三千块吗 有没有太少了 一万 你也是觉得 这个三千一万都太少了 对不对 因为外面都三万块了 对 我告诉你 基本上不到五百块 真的吗 真的 好夸张 真的 真的 这个是才 昨天才发生的这个事情 他们出院了 我朋友爸爸出院了 所以他们去付那个费用的时候 当然 这个 可能他爸爸是乐领人士 所以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给乐领人士的 那我就当作你不是乐领人士好不好 我再给你加多一倍 我就说你赚你五百块好不好 你加多一倍 一千 我再给你加多一倍 你是两千 两千 你比起外面的私人医院 做绕道手术的时候 然后你还要再住院 就不止这个价钱了 那我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 如果你是在政府医院 做这些手术的话 你必须要等很久吗 或者是你必须要 这个环境好吗 OK 先说环境 环境 我也以前像你一样 我没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 知道我有一个 有一个亲人 是在政府医院 去 去生孩子的时候 去看了过 我就 这个 这个 这个根本不像 不像我以前想象中的 政府医院 就很专业 很干净 它医疗器材都很 设备都很完善 OK 然后 你刚才说 就是环境上 基本上是 对我来说 已经出乎我的医疗 让我惊讶 就觉得是非常好的了 那你说这个 你刚才还问什么 就是 这个要等很久 对 等待对不对 对 还等很久 它可能有时候是需要 排 因为人多 人数太多 但是他可能 他可以有一些 争扎 如果你状况 真的很严重的话 不能等 你可以有一些 私人药房 还是医院 他们写一张 写一封信 那去给你 他们会 给到这个 你带去这个 政府医院 OK 然后他可能会 再做一个检查 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让你查队 如果是没有 严重到一个状况 他会需要你排 排位 因为每个人都很严重 这样他应该 做谁的先 就先到先得 那当然如果是 你的更严重 而且真的是 已经燃眉至极了 他可能会让你 插队的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我就说 其实在整个 这个政府的医疗服务方面 我个人觉得 这方面政府 在做津贴等等 这些都做得 还挺不错的 当然我也有听说 还是有一些地方的 政府医院 都 我看你很严重 是不是 你要去医院看 也排队一下 我已经去医院很多次了 去政府医院排队 我真的去政府医院 前面不久 我看了好几次 我去的是马达医院 马达医院 然后你觉得服务怎么样 非常的好 是吧 非常的好 而且是整个的 因为我也去过私人医院 然后我也去过政府医院 我怕硬比之下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对啊 所以我想说 就是这边 而且拿药超级便宜的 你知道我拿了一堆药 就是那种 就是人家看了会很恐怖那种 医生就直接是给我 不然我就给你五个月的药料好了 五个月 对 五个月的药料 然后才二十块钱 有点夸张 你试试看私人医院 拿五个月的药 你知道拿两三天 两千块钱 两三天的药 差不多近百块了 加这个consultation fee 如果说你拿五个月 我相信应该要好几个月 薪水去付 对啊 所以呢呃其实 不过我觉得这个政府医院的 他的缺点可能就是你要排队 排真的很久 有时候是确实需要 因为人太多 你没办法 他太便宜了 便宜到你 我排队排了三个星期 才轮到你 证明你的病没那么严重 还有人比你更严重 是的 所以所以就是也不要 有时候就我们一般只会投诉啊 你还好吧 我看你严重到一个程度了 过年吧 过年吃太多了 所以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有时候我们常投诉说这个医院 或者是政府的服务不好 我看这样子很难有点难做 对下去的情况 好我好了 谢谢 真的吗 你需要休息吗 不需要 我好了 真的吗 对 我们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刚才说我们常常就是有很多人就投诉 政府这边不好那边不好 但是我们也也好像有一点不公平 只是这样子说 那你就看回去究竟做的东西什么好的 要赞扬一下吧 我觉得在医疗这方面的这个我们的政府呢 确实做的有包无边啊 应该这么说 当然我不能否定有一些政府医院的医疗人员服务态度 还是很糟糕 是有的 我还是有听说 还是有这些害群之马存在 投诉啊 就投诉他们啊 不过我相信这个白衣天使呢 他们相对是比较有爱心一点的 相对是比这些公务员可能来的比较有爱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每次去做IC还是什么都好 这些公务员的态度都非常的差 哎呀都是这样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当成你是这个公务员的话 你每天做这样的工作 嗯 你会怎么样 我不确定哦 这可能是个人的呃 这个态度问题也是有影响的 嗯 会不会是这个薪水 这问题不能支付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糟糕的工作 所以呢 就是 然后还要每天看人家脸色 对 有时候我们不是也就是我们去去那个柜台的时候 可能我们态度也不好啊 嗯 对不对 就很很不礼貌的 还是怎么说啊 这个为什么这样子 他说你就带了一个情绪去 人家每天要面对不是你一个人这么情绪 是几十个上百个人都有这种情绪 你要怎么去应对呢 所以有时候将心比心来看吧 对 那如果你态度好一点 那你久了过 每个人都态度好一点好一点 他他他总不能每天凑着脸吧 对不对 对啊 他也不好意思啊 所以这种呢我通常都是这样的蹦蹦跳跳过去 然后跟他讲 哎 阿邦这个可以做好了吧 对不对 这样子 那我现在做什么呢 就是给他带一点好心情 对我自己不是也好 就是知道吧 对啊 就巴掌不打笑 他态度也会快一点 我也可以快一点 大家就不用排队排这么久了 是 那当然如果作为公务员 有些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怎么说呢 你看在槟城政府呢 就做了一个 这个怎么说呢 在考虑着 是不是要尝试鉴定出 哪一些是向大尔龙借贷贷款的公务员 然后呢设法就提供协助 包括和警方合作啊 或者是让公务员呢 只是偿还母金 没有必要支付利息 嗯对 因为而且这个 这个宾州的秘书长呢 他还说了 呃就是他们会去调查 就是呃这个 下属呢 这些公务员呢 他自动扣除账号了以后 薪水还剩下多少钱 一旦是呃少于40%呢 就属于高风险群 然后他们就一对一对去问他们说 呃你们的钱都用在哪里了啊 你们有没有遇到financial problem啊 这些问题 我觉得呃有点 这个做法 有一点是啦 有点奇怪耶 就是当然是好的啦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毕竟呃确实有一些公务员会向大耳龙贷款的 他们的收入可能不够高 但是呃 呃消费反而是高过收入入不付出了 太多了 嗯 那就怎么办呢 他们就要去贷款啊 跟银康贷款也贷不到款 那唯一就是能够向大耳龙去借钱了 那借了钱 就这个坑就越挖越大 跟大耳龙借钱很多时候是 你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填补的坑 对啊 你跟他借三千 最后你要花三 还三万 嗯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 对 我不懂他们怎么计算 就怎么九出十三归等等 这些我不会去算 是 但是我想说就是 呃槟城政府这么做 其实是真正实际上在帮助到这些公务员呢 还是开了一闪方便之门给公务员呢 比如说像今天 呃如果我借钱 我跟大耳龙借钱 我借了啊 那我知道这个政府会帮我去去探讨 或者是去去跟警方合作 把这个大耳龙抓了起来 对 那我就不用还钱了 第一 那第二如果是没抓起来 好 他们去跟他商量说 啊 可不可以不要还利息 只还那个母亲 哎 这个是这么好的 这个 感恩算给你 变得完啊 就是去哪里去找啊 不过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这个三彩生呢 是因为 呃 因为你只需要查房母亲嘛 所以这大耳龙就不借钱给这些公务员了 呃 对 他不借钱是一回事 我想说就 也不一定啊 就看就看他怎么做 如果不借钱给公务员 那好啊 那就是看他怎么能够生生存下去 哎 大耳龙靠了其中一个收入 就是借钱传利 赚利息嘛 对 但是很多时候 我我其实我也没有想明白 就很多人跟大耳龙借钱 是真的可以还得了吗 如果还不了的话 大耳龙赚什么东西啊 对吧 他他们用那有时候 一些用追债的方式是 还要亏钱啊 对啊 你如果那个 国气买七要钱 人家挂猪头买猪又要钱 对啊 而且还不便宜耶 这些 过年过节更贵 你还有人家 你要付钱给你的这个 你的工作人员去做这些事情 又是钱 对 然后如果你把人家逼死了 你钱就收不回来 你就亏了 其实基本上是亏了 那他们赚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大耳龙 越来越多倒闭哦 嗯 你看就就没有很好的经营方式啊 对啊 所以我能够说这笨啊 真的啊 你把钱借出去 然后收不回来 你怎么赚呢 银钢聪明多了 银钢不给你那么高的利息 他就慢慢像吸血鬼 像蚊子这样子吸你 你不觉得那么痛苦 但是他就慢慢吸慢慢吸 你不知不觉给他榨干去了 然后你还没死 你是很痛苦的挣扎了 你死的不知不觉 你知道吗 那到龙追债方式 让你死的很清很楚 死的清清楚楚 所以你的钱也不用还了 你每天都在受伤 然后你都要挂出头 对啊 然后现在要清气 所以大耳龙应该跟银行学习 银行真的是好厉害 对啊